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毅博宇宋一眼夫妻 13级要离婚 16级同床 到底经历了什么 风起洛阳 今天终于又更新了 不过这两级也是够虐的 百里充分发挥他的机智过人让高炳竹去救武思运 结果居然遇到妈妈和媳妇 未来的,只能留一个的剧情 那边高炳竹武思悦哭的撕心裂肺 这方新婚小夫妻也是闹得要写修书的地步 百里洪义与妻娘都到分家产的地步 理由却非恨 而是怕妻娘在这里虚度光阴 说不清这是温柔还是很绝了 百里不因杀父之仇迁怒于妻娘是良善 却也断然拒绝了妻娘的爱慕之情 妻娘无奈 第二天便离家出走了 百里在妻娘房间发现空盒 原来妻娘出走都带着存货已尽在面目 伤心归伤心 美妆博主人寿不能倒 百里马上准备去寻妻娘 刚出门就遇到了妻娘到现在才刚刚露面的阿爷 女婿被月账领入府 以一个父亲的心情质问百里洪义 到底给了柳妻娘多大的委屈 柳然这个角色前面的铺垫并不多 而这两集在父亲和五四月的话中 把整个人物丰富起来了 从小想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得到 妻娘与五四月谈心时的话感触到了我 就是这样 柳然也并非委屈 而是担心二郎看到她做的银耳汤该有多伤心 二郎阿爷就是因银耳汤而死 妻娘之前并不知道 不过柳妻娘的离家出走并不远 戴上的那两片最后的面膜 鱼胶片 一定是重要线索 十六集预告中 新婚小夫妻第一次同床共枕 这难道是二郎怕媳妇再次离家出走 所以要看着吗 我就隐隐觉得这场离家出走必是转机 到现在才出现的月账也是来助攻的吧 这图看着也太甜了 甜甜的恋爱要开始了吗 快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